5 4 3 2 1 掉 截至2022年11月 中国北斗卫星在高德导航中的调用次数 已经超过了2100亿次 使用量比GPS多出30% 被国家具厚望的北斗 终于成功逆行美国GPS 占据了国内导航的主导职位 而这个时间我们花了30年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中国北斗的发展史 堪称是中国的屈辱史 于是血泪复兴史 大家好 我是大山 这期视频 我想从中国北斗这个最能代表 中国GPS的角度 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没有北斗之前 我们经历了多少屈辱 中国北斗又是如何突破欧美封锁 粉碎美国霸权 走向世界之巅的 相信当你看完这期视频 或许更能了解 中国北斗的崛起 究竟意味着什么 曾底核实 关闭GPS是美国打击他国的一个重要杀手键 看谁不是眼就关了这个地区的信号 抬抬手就比军事制裁 经济制裁 效果还好 没办法 人在窝眼下不得不低头 谁让大家都在蹭人家的信号 范围在人家手里 说砸就跟你砸了 打碎牙齿也只能咽到肚子里 在90年代 中国没有北斗 俄罗斯没有格罗纳斯 欧盟没有加热之前 美国利用GPS来卡别人脖子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 银河号事件 1993年 中国银河号货轮起航目的地是伊朗 船上装卖了各种文具 武精用品 机械用品 但是美国却以怀疑船上装有化学武器为由 要求登船检查 这个要求简直是流氓行径 血口喷人 在中方明确拒绝后 美国出动军舰 直升机在大海上强行拦截 并关闭了这个区域的GPS信号 让中国货轮失去了航行的方向 其实 关闭GPS 对于有着丰富远航经验的货轮来说 影响不大 他们有无数个手段来确定航线和航行方向 最主要的障碍 还是美军的强行拦截 弱国无外交 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 中国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要求 登船检查 但是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必须有第三方共同检查 最后沙特阿拉伯派人一起参与检查 经过两次检查之后 船上除了一些绘画的颜料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和化学有关的 最终 美国人扬场而去 他们没有为自己的流氓险境道于欠 而中国的银河号 整整在公海上滞留了十几天 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 第二 台海危机 1996年 台海危机爆发 中国三军集结 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虽然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但是当时的中国 军事装备还是明显落后的 唯一能拿到出手的 就是中国火箭军的东风15 根据火箭军官微信息显示 1995年 向东海发射了6枚东风15 另外 1996年又发射了6枚 总共是12枚 但是 就是这12枚东风15 产生了巨大的威射力 其中 有两枚导弹 因为美国关闭了GPS信号 导致产生了巨大的偏差 没有落到预定的地点 第三 汶川地震 2008年 汶川地震 全国人民都在进行抗震救灾 一架空军直升机也奉命出发 驾驶员是有着 6000小时飞行经验的飞行员 邱光华 但是 这架直升风机却离奇的失势 导致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事后有人猜测 直升机的遇难 与美国关闭GPS信号有很大关系 第四 印巴战争 1999年 印巴战争 美国关闭了这种区域的GPS信号 导致两国家的高科技都成了瞎子 2019年 美国故技重演 在印巴冲突中再次关闭GPS 但是 这次巴基斯坦的直升机 仍然能准确的到达战场 因为巴基斯坦 用了中国的背斗 第五 叙利亚战争 2018年 在叙利亚战争上 美国关闭该区域的GPS 对叙利亚进行了降纹式的打击 第六 伊朗军演 研制自己的导航系统 GPS中文名称叫全球定位系统 是一种依托人造卫星来实现的高精度无线电导航的定位系统 70年代由美国军方首先研制 于1994年全部建成 并从军用逐渐普及到民用 只要在GPS覆盖的范围内 任何一个中端设备都可以接收并使用 这并不是美国所能掌控的 因此 美国干脆官宣 开放GPS给全球免费使用 都说免费才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 美国人用这一招给全世界上了一课 因为可以免费使用 所以全世界各国都不再去研发这项技术 导致一直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因为要使用美国的GPS 就要购买美国的相关芯片 设备技术 让美国又狠狠地赚了一笔 从90年代开始 美国就偏偏用GPS来卡他国的脖子 小国人为眼亲只能默默流泪 但是大国可不吃他这一套 你不让用 我们就自己搞 1992年 欧盟开始研发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预计在2.3万公里的高度 发射30颗通信卫星 截止2006年 已经发射了18颗 具备基本的通讯能力 这套系统被称为加力略系统 1993年 俄罗斯接下了苏联的棒子 开始搞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并于2007年基本建成 2016年开放全球 这套系统被称为格洛纳斯系统 1994年 中国开始研发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 总共分为三部 2013年发射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 完成了北斗一号系统 2012年发射了14颗地球卫星 完成了北斗二号系统 2020年6月13日 发射了30颗地球卫星 完成了北斗三号系统 现在呢 中国的北斗卫星定位导航系统 能够为全球用户提供 基本导航 全球短报纹通讯 国际搜救服务 中国及周边地区用户 还可享有区域短报纹通讯 心机增强 精密单点定位等服务 美国的GPS 欧盟的加尔律系统 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 中国的北斗导航 从北之上讲 都是一种全球定位性系统 就好比老北京布鞋 美国人首先做出一双 后来大家都开始做老北京布鞋 那怎么去飞呢 欧盟呢 就叫做加尔律派 俄罗斯的就叫格洛纳斯派 中国的就叫做北斗派 北之上都是老北京布鞋 四大导航系统虽然本质相同 但是具体的技术水平是不一样的 其中中国的北斗精度最高 技术最全也最稳定 为了对这四大系统 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国际上又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GNSS 中文名称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因此GPS并不是卫星导航的专有名词 而只是卫星定位导航的一种而已 欧盟的加尔律系统是最早提出来的 中国当时没有实力去独自研发 就提出要加入加尔律系统的研发 研发成功后一起使用 欧盟同意了 中国缴纳了7000万的定金 但是后来美国强行干涉 欧盟迫于压力 只能踢出了中国 7000万定金也打了水漂 经过了无数次的驱入 被骗之后 中国才打定主意 要独立自主地去研发导航系统 从1994年发售第一颗卫星开始 中国稳扎稳打 用了26年的时间 于2020年6月13日 全面镇成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的北斗系统由于是最新研发 在技术上设备上都优于美国的GPS 定位精度更加精确 在全球联网之后 中国的北斗导航向全世界公开免费使用 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等全球137个国家 已经与北斗签订了协议 开始使用中国的北斗系统 在全球四大导航系统当中 欧盟的加率系统只运用在免间 俄罗斯的格罗纳斯系统还不太稳劲 只有中国的北斗系统可以取代美国的GPS 地位 面对中国的崛起 中国北斗系统的全面镇成 美国也开始忧心忡忡起来 他们一方面投入巨资对GPS进行升级 另一方面也悄悄的模拟了一把 如果美国关闭GPS会对世界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模拟结果显示关闭GPS对欧洲的影响是40% 对俄罗斯的影响是34% 对中国的影响只有8% 我不知道美国人在模拟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已经在用中国的北斗了 所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中国的北斗系统 你觉得还会有多少人在乎美国关不关闭GPS呢 未来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刀枪火炮 而是上升到太空战 信息战 电子战 美国多年的技术垄断正在逐渐被打破 而这正是中国对美国霸权的直接抵抗 我是大山 这是一个弘扬中国文化 中国精神 中国故事的频道 如果你也是热爱中国的一分子 请在评论区打出中国强大 让更多人看到中国力量